年后上班第一天,我骂了小区一只鸟 你唧唧喳喳叫什么 感情你不用上走吧 后来,公司的聚餐上 醉酒后的高冷老板窝在我井间委屈巴巴 小乖今天凶了我 乃狗爸总VS沙雕美人 1.连续半年了 每天早上,小区都会有一只鸟准时出现在我家阳台上悦耳地叫着 拖他的福,我上班从来没有迟到过 为此年终还获得了从不迟到奖 为了感谢这只鸟 拿到奖金后我给他买了许多的鸟食 顺便摸了摸小福星的羽毛 小鸟怎么这么可爱啊 他似乎听懂了我的话 滴溜着圆人的大眼睛看着我,微微挺起胸脱 我忍不住伸出手指戳了戳他胸前微硬的肌肉 他微微顿住了,浑身僵硬 有些羞涩的侧过脸,十分有灵性 整个年假他都不再像小闹钟似的准点唧唧喳喳叫起来 只是乖乖站在房间的窗户边上用圆溜溜的大眼睛看着我 可惜,假期总是短暂的 说到年后上班通之后 我的怨气足够斜见仙拍死十个景天了 就连老爸老妈看着满身怨气的我 都拎着行李去夫妻旅行了 看见他们发的朋友圈山丘胡托 我身上的怨气更深了 二,叽叽 窗户外面传来熟悉的鸟叫声 我抵抗了许多次后 他依旧静止静泽地叫着 我带着满身怨气打开窗户 你叫什么叫 感情你不用上澡吧 小鸟微微愣住了 半张着嘴老半天都没再出声 我拉上窗帘 换好衣服洗漱后就离开了 刚进入公司 同事就把我拉到一边 压低了声音 今天顾总的心情不好 千万别撞枪口上 我挑了挑眉 呼啪呼 我心情还不好呢 兜里的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 是老板发来的消息 近来 我已经习惯了顾领的高冷 公司上下谁不知道 顾领是个冷男 想到被六位数保护的两位数银行卡余额 我还是狗腿道 好的,顾总 三,想到同事的话 我特地在顾领办公室外敲了敲门 听见里面的回应我才敢走进去 推开门 顾领穿着骚包的浅灰色西装套装 大长腿微微交叠 妖孽的脸上带着冷银 狭长的眸子里是 委屈 我居然在顾领的眼中看到了一丝委屈 错觉 一定是错觉 魔鬼怎么可能会受委屈 去年连续半年的加班 让我很难感同身受到恶魔的委屈 虽然伴随着的是高额的加班费 果然 下一刻顾领就一开目光 似乎刚才的那一幕是我的错觉 把桌上的东西拿下去 每人一份 还有通知各部门 今天晚上公司聚餐 老头来的火锅店 从顾领的口中听见这个名字 我挑了挑眉 刚好最近想吃火锅来着 可惜过完年兜里实在是太干净了 没想到第一天上班还能有这好事 好的 顾总 走出门 我看了一眼手中的文件 一大落荡 文明宝宝礼貌指南 或许是打错字了 但我把文件发下去后 同事们的想法和我一样 不过这一点也不影响我们对火锅的期待 由于是上班第一天 工作量并不大 马上就到下班时间了 终于 在所有人期待的目光下 顾领走出来了 走吧 四 两个小时后 所有人都愣住了 天知道 顾领只是喝了几口果酒 就醉了 是真的醉了 晕呼呼地靠在椅背上 俊脸微红 女同事们纷纷摩拳擦掌 只等醉酒后发生降降酿酿的事情 毕竟顾领可是个极品 无论是身材和颜值 都吊打一众难膜 在顾领眼里 只是他大学时练手的创业成果 至于为什么顾领会来这边 我们也不知道 偷偷溜进了洗手间 我准备马上顿走 老板喝醉了 结账的 不就是我这个刚来人 是不犯年的小炮灰了吗 谁也别想套路我 我在洗手间给领导发个消息 就要溜走 谁知道 突然被人抱在怀里 被吓了一跳 我低下头 看着顾领狭长的眼尾 泛着薄红 眸中水雾雾的 又聊又郁 咽了咽口水 顾 是奶行凶 天知道 我真最受不了的 就是小奶狗了 虽然我喜欢奶狗没错 但是你装奶狗就不对了呀 我下意识伸出手 想要保持安全距离 谁知道顾领挑了挑眼尾 巴唧一口亲在我的唇上 五 我瞬间愣在原地 内心开始火山喷发 这可是老娘保持了22年的初吻 你说亲就亲啊 还不等我出生 她就委屈巴巴的说道 气音扫在我的耳阔 你以前明明很喜欢我的 你凶我了 这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我心里的气下去了不少 心里暗自唾弃自己眼狗的本性 我把顾领扶到一边 为了预防顾领酒醒后 给我穿小鞋 我拿出手机 快速给她拍了几张照片 顾领非常配合 每一张都是正脸照 浅灰色的西装外套敞开 露出微微有些凌乱的白衬衫 狭长的眸中含着水雾 就要伸手解开衬衫扣子 小乖 我还有别的 我可以的 Dug不必 我淡淡倒 看着照片里如同年下奶狗的傅林 我猥琐的咧开嘴笑了笑 加班 再见 小乖 我今天很乖的 你要奖励我的 我敷衍了应了几声 等我苦哈哈的 把顾领带回包箱的时候 里面已经空无一人了 身后传来服务生的声音 小姐 一共是六万元 现金还是支付宝 我咬牙开了银行卡的两位数余额 拍了拍顾领的脸 顾总 该买单了 幸好 她还没有沉睡过去 迷糊的西装外套里取出银行卡 密码是小乖的生日 脸上十分认真 头顶上一缕枝棱起来的呆毛 衬得整个人十分奶 我 这跟没说有什么区别 我就知道问不出来 六 最后 我只能让我的富二代死党 帮我先付了 顺便还把我们送回了我家 王翘一脸暧昧的 看了一眼后座的顾领 侧过脸对我挑了挑眉 价格是贵了点 但是是个极品啊 我比一的看了她一眼 什么眼神啊 被顾领看一眼 都要原地结冰的 我能花钱找她吗 有那钱 买个小金条抱着不香吗 戏 将顾领丢在我家的沙发上 王翘暧昧地伸出一只手 挡在身前 我懂 我懂 我现在就走 领走前 还不忘帮我关好门 我 我转身就要回房间 腰被长臂扣住了 趴在沙发上的顾领 抬起妖孽的脸 谋色微暗 我饿了 四十分钟后 小乖 你控制一点 再多一点 我不耐烦地 把盐罐子丢在一边 你特么说话能不能别分段 我怎么也没想到 顾领醉酒后会是这副模样 抱着我的腰 非要我给他煮面条子 天天还挑剔的不行 一会儿咸了 一会儿淡了 桌面上满是煮好的面条 要不是看待他精致的五官 可怜兮兮的样子 我才不会鬼使神差地 满足他的要求 碰 我把碗放在桌上 快点吃 哈利也开嘴呆呆地笑着 露出两颗小虎牙 丝毫没有生气 哦 那当然了 他又不用上早吧 顾领每天上班的时间 都是不固定的 毕竟他的名下 可不止这一家公司 现在已经是凌晨一点钟了 迷迷糊糊 我感觉身色有人将我拢在怀里 小乖 我怕黑 我已经困得抬不起眼皮子了 随便他去了 八 第二天 员工将聊 迟到 听见手机里的系统提示音 顶头上次看了我一眼 他还是人事部的主管 王莉莉 哟 上班第二天就迟到啊 不是我说 你们年轻人就应该多吃点苦 这才放了几天假呀 身为打工人的我 当然不会惧怕 多苦才算苦 像王姐你的人生一样苦吗 他瞪了我一眼 索性没有再出声了 我打开电脑 哀叹这个月的全情奖励没有了 顺便看了一眼某人的办公室 空无一人 可不没人吗 我一醒来人就不见了 之后的几天 顾领都没有出现 大家猜测应该是去总公司了 年后的生活逐渐恢复正轨 九 两天后 那只鸟继续出现在我家的窗前 只是不再像之前一样 鸡鸡喳喳叫个不停 懂事的让人心疼 良心回来以后 这玩意儿有些发疼 毕竟人家让我拿到过奖金 不是吗 因为这只鸟通体是奶黄色的 我爸给它取名叫熊狮 圆溜溜的眼珠是浅塌色的 它站在窗外 看着我房间内的电视屏幕 我将窗户打开 顺便将电视调成动物世界 和之前不同 它似乎并不感兴趣 王翘正和我视频 顾领这段时间一直没来 上次的账单也没有报销 你在想什么 王翘看着我发呆的样子问道 想顾领啊 小鸟圆溜溜的毛子转了转 撅着屁股歪歪扭扭的飞走了 差点撞到了树岔子 我也不慎在意 十 第二天一早 我慢悠悠的走到公司门口 叼着手抓饼 一路疯跑的同事看见我后 松了一口气 学着我慢慢走着 一边吃着手抓饼 口齿不清道 太好了 还以为就迟到了 我吸了一口AD带奶 露出大白牙 我的全情已经扣掉了 什么 看着它疯跑的样子 我晃了晃AD带奶的瓶子 将它丢进了垃圾桶 刚走进公司 就迎来了一道悠然的目光 不早说 我放宽心 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的全情还有吗 他包了最后一口手抓饼 没有了 我终于放心下来了 设处人的规则 一个人拿不到全情一定会伤心 两个人就不会了 下一刻 自动玻璃门打开 失踪了好几天的BOSS终于出现了 他穿着深蓝色的西装套装 勾勒出笔直的大长腿 宽肩 窄腰 小翘臀 刚走进办公室 我赶紧拿起申请条 财务部说了 这是顾领私人的账目 我只能等他回来 顾领刚在皮质办公椅上坐下 我就敲了敲门 刚走进去 就迎来了一道蛊惑人的笑容 我在心里默念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他的凤眸微微挑起 十分愉悦 顾总 这是您之前 我还没来得及说完 就看见顾领站起身 围着我走了一圈 抽了抽嘴角 顾总 上次聚餐的费用申请报销 他顿住了 我只能提醒到 顾总 钱 顾领坐在办公椅上 声音带有磁性 我甚至能感受到 他喉尖的颤动 我的钱就是你的钱 我 十一 他似乎反应过来了 白皙的耳尖飞红 好 我现在转给你 长毛沾屎 戳谁谁死是吗 这是我的网民 冷冽的声音 说出这句话 我突然感觉有些羞耻 我点了点头 手机传来提示音 是道账的声音 我正准备转身离开 就听见耳边 传来男人低哑的声线 很聊 我也想你了 我 下一刻 顾琳手机里传来一道男声 呜呜呜 我就知道 你是爱我的 我的面色复杂 低着头快速离开 假装什么也没有听到 关上门后 拍了拍我的胸 随后快速坐回了自己的位置 好险 我好像知道了 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顾琳 居然是说 怪不得 怪不得醉酒后会那么来 一定是下面的 王莉莉刚进去 就听见男人冷冽的声音 爸 下次不要带着小天才了 那怎么能行呢 这样你们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会自动接听 永远不会错过 老婆和儿子的电话 我相信你们明白 我是顾家的男人 12 下班后 顾琳站在门口 我站起身 又默默地坐了回去 看着已经关机的电脑 有些忐忑不安 果然 小 江瑶 过来一下 男人冷冽的声音传来 我心里扑通扑通 站起身狗腿地笑了笑 好嘞 同事们八卦地竖起耳朵 过分地 甚至躲在电脑屏幕后面 吃起小零食 显然是感受到了 这些炙热的目光 顾琳猝了醋眉头 跟我进来 一关上门 我立马点头哈腰 顾总 您放心 我什么都没有听到 顾琳微微一愣 你真的没听到吗 我的脸上满是诚恳 点点头 她略微有些失望 还想说什么 手机铃声响起来 这一次 未未预防再听到什么不改听的 我立马跑出去 顺便和王莉莉 请了半个月的假期 争取等风头 过了再回来 13 假期第三天 为了向熊狮表达歉意 我特地去花鸟市场 给她买了鸟笼 还有许多的小零食 雄狮也十分给面子的 每天晚上会来新鸟笼 住一晚上 本台播报 今天晚上 也是有大道暴雨 预计将持续三天 关掉电视 我立马关上窗户 并没有注意到 刚飞进来的小鸟 它像是无头苍蝇一般 一晃而过的 飞进了浴室 我总感觉 刚才好像听到了鸟叫声 四周看了看 窗外的鸟笼 也是空荡荡的 我从衣柜里 拿出昨天和王翘 一起去团购的性感睡群 准备美滋滋地欣赏一下 哼着小曲就走进了浴室 一阵水流声过后 我走到浴室的镜子前 欣赏着镜子里的美人儿 红色的吊带四肢睡群 微微露出颈下白皙的肌肤 微卷的墨发垂落在身后 桃花眼 小穷鼻 红唇 雪肤 妥妥地遇解疯了 可惜了 早在我十八岁那年 网恋翻车后 我就水泥风心了 咦 镜子里面的一角 有一个奶黄色的身影 迈着小爪爪走出来 像是喝醉了一样 晕乎乎的 走路左摇摇 又晃晃 我回过头 看向浴室的角落处 是雄狮 她的羽毛已经被淋湿了 我赶紧抽了几张洗脸精 给她擦拭 顺便打开吹风筒 给她吹干 将它拖在手心 她远溜溜的毛子 看了一眼前面 又侧过小脑袋 重复了几次 你怎么到浴室里去了呀 雄狮不吭声 我看了一眼 外面仍旧没有停下来的大暴雨 又担心她会被冻死 只能将她留在房间 14 手机一铃声响起 我立马接通了王翘的视频 听筒内传来一阵阵惊呼声 伴随着一声口哨 不错呀 小油雾 可惜了 当初要不是你网恋翻车水泥风心 也不至于陪我担了这么久 我咬咬牙 能不能不提这茶了 过不去了是吗 我本来都快忘记了的 15 5年前 我认识了个小奶狗 生聊 爱哭 还黏人 直戳我心 于是少女春心蒙动 我愣是和人家聊了半年 之后 我们相约一起奔线 那天 我破天荒地 穿上多年不穿的小裙子 从小安全意识十分强悍的我 顺便带上我的警察表哥 出发前 王翘给我做足了心理准备 毕竟见光死 已经是常态了 可我不肯相信 声音那么奶的小奶狗 会是抠脚大汉 愣是在公园等了老半天 聊聊 走吧 看来对方不会来了 我倔强地侧过脸 不可能 我的小奶狗 我的小奶狗 结果等了三个小时 还是没人来这个鸟不拉屎的林子 表哥的手机响了 是我老爸老妈打来的 进度怎么样 表哥下意识地回答道 抓捕失败 对方没有来 回去的路上 我和表哥 看见一个拿着鲜花的男人 小奶狗说了 他给我准备了礼物 莫非就是这个 我上前打着招呼 你好 妈 男人回过头 是个三十七八岁的秃头男 西书的头发 遮不住油光水亮的发顶 对方看见我 眼底闪过一丝惊艳 就要说些什么 表哥出现后 他立马闭上嘴巴 我只能和表哥回去 删除了小奶狗的好友 自此向王翘宣布 水泥风心 从此 我对男人产生了免疫力 十六 王翘知道这勾起了我的记忆 没心没肺地笑了笑 至于嘛 不就是见光死了吗 见光死得多了 我咬了咬唇 算了算了 不说这个了 今天呱呱乐中了一万二 给你一半吹吹晦气 看见我郁闷的样子 王翘笑嘻嘻地说 我立马挺直小吸妖 谢谢姐妹 要男人做什么 还是姐妹最好 视频挂断后 王翘果然发来了转账 我晃着小腿趴在床上 不经意扫过床头柜上 呆愣愣的小鸟 他一动也不动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工艺品呢 该不会是死了吧 我赶紧将他捧在手心 他身上带着凉意 为了预防烫伤他 我用的是凉风 该不会冻到了吧 我甚至感受到他在轻颤 他刚才算是洗过澡 擦得干干净净 我倒也不嫌弃 自己躺进了被窝 我惊恶的发烫 我睁开眸子 若木是男人的胸膛 啥 我惊恶的坐起身 顺便掐了掐自己的胳膊 掐出了一道红痕 不是做梦 我床上怎么突然出现的男人啊 大清早的 真刺激 难道我昨天喝多了 可我昨天睡觉前喝的是奶啊 我先他辈子起身 走到另外一边 又喝 更刺激了 因为这张脸 赫然是我的总裁大人 顾领 十七 他怎么会在我家 不过有一说一 顾领虽然是双 但是睡着后的容貌 还是很戳我的 睫毛纤长 唇色微红 鼻梁高挺 可惜了 那双眸子实在是太过冷烈 我微微弯下腰 顾领睁开眸子 看见我后微微一愣 眸中的冷烈消失了 乖得紧 小乖 早上好 小乖 该起床了 到时间上班了 小乖今天的裙子 太勾人了 我会害羞的 他坐起身 直直地看着我 他低下头看了看自己 白皙的肌肤被染红 耳间红的 能滴出血似的看着我 随后是长时间的寂静 打破沉寂的是我 我咽了咽口水 贴心地将被子 帮他拉上去一些 那个 顾总 你怎么会在我家呀 难不成是梦游 还是在我家睡得太香了 所以流连忘返 可我锁了大门的呀 顾领抬起头 略微有些结巴 磕磕半半道 我 我也不知道 说完后 又拉扯了一下被子 我盯着那张妖孽的脸 他像是在思索合适的借口 顾领在撒谎 表哥曾经在我家住过一段时间 教过我 人撒谎时候的微表情 遮住过点部位 说话结巴 眼神飘忽 权重 这件事情实在是太诡异了 客厅的门锁是指纹锁 顾领根本进不来 而我家在八楼 排除攀爬进来的可能性 下一刻 他耳尖通红 可怜兮兮地看着我 聊聊 我打断他的话 算了 你先穿好衣服出来再说吧 18 我家里根本没有男人穿的衣服 我只能从爸妈的房间里 拿出我爸刚在地摊买的一大白色背心 外加一条黑色休闲短裤 中年人的穿搭 穿在顾领的身上却格外的好看 穿出了大牌的感觉 紧身背心勾勒出形状交好的腹肌 黑色的碎发带着两缕呆毛 他坐在沙发上 我将手机重重放在茶几上 即便是总裁 也不能半夜溜到自己家里吧 说吧 顾领看了我一眼 小乖 其实 我有特异功能 我看着他 眼神里透出几个字 你编 你接着编 知道我不相信 他继续解释 我可以变成小鸟 我不屑地抠了抠刚做的红色美甲 白皙如葱的指尖上坠着红色 真好看 不愧是花了我三张红票的美甲 这个蝴蝶结胜是歪了呀 看见顾领发呆 我微皱着媒体醒道 好看吗 他认真地点点头 小乖的手很好看 无论涂什么颜色都好看 看见我冰冷的小脸 他立马磕磕绊绊地说道 我 我这就便给你看 话音落下 衣服落下 露出情人节 打折捆绑销售的海绵宝宝苦茶子 一只奶黄色的小鸟 滴溜着眸子看着我 我沉默了很久 看着站在茶几上的小鸟 总算是相信了 好了 你变回来吧 变回来后 我立马侧过脸 顾领手忙脚乱地穿上衣服 我总算是相信了他的特异功能 所以 每天早上来叫醒我上班的是你 小奶狗耳尖飞红 乖乖点头 为什么呢 因为 我喜欢你 聊聊 我皱了皱眉 那去年连续半年加班 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想看见小乖的时间长一些 真特么谢谢了 我就说为什么公司明明不忙 还每天加班呢 可我才工作半年时间 雄狮是一年前出现的 似乎是看出了我的疑惑 顾领面色微变 心虚地看了我一眼 十九 聊聊 你还记得五年前的事情吗 我瞪大了毛子 我就是五年前的孤狼 他似乎有些羞耻这个网民 对上了 看见我不说话 他继续说道 五年前 顾领为了给我挑选礼物 慌乱间迟到了 他从窝埃省直接让人开直升机过来的 顾家的父母虽然很赞同 但是难免有些担心 毕竟顾领是行走的小金币 身价高得不得了 因此陪同他一起的 还有拿过国际散打冠军的保镖 刚走到小树林前 就听见表哥的那句话 抓捕失败 对方没有来 保镖立马强行将顾领带走了 生怕我们是绑架犯 之后顾领回去后想要联系我 却发现我已经把他给删除了 在想找我的时候 我已经搬家了 直到一年前 他才在实习名单上看见我 我沉默了 万万没想到 居然是因为表哥的一句话带来了乌龙 我抿着唇让他回去 二十 中午拿外卖的时候 我看见蹲在我家门外的男人 像是被抛弃的小奶狗 可怜兮兮的 看见我出来 他紧张地解释道 寥寥 待会有人过来了 我就走开 我心一软 只好让他进来 最后 我决定目前暂时不去想这件事情 保持平时的关系就好 这毕竟是五年前的事情了 顾领虽然有些沮丧 但也没再多说 二十一 一周后 我将之前的事情抛在脑后 在王莉莉不断地催促下 我结束了短暂的假期 可我前脚刚进公司 后脚王莉莉就宣布了 公司团建 温泉度假村 我黑黑一笑 还有这好事 同事们都在讨论魅惑永依 试图对顾领下手 孤狼 孤狼在吗 某穿着红马褂的快递员走了进来 快递直接放在门口就好了 王莉莉皱着眉 快递员摇了摇头 不行啊 私密用品 要本人签收的 随后继续大喊 孤狼 孤狼在吗 整个公司的人都朝这边看过来 快递员看了一眼时间 没人签收 我走了呀 下一刻 总裁办公室的门被打开 顶着所有人的目光 顾领冷着脸签收了快递 尴尬的气氛蔓延 有人站起身说道 看什么看 还不快干活 随后对着顾领善笑 顾总 您的网名非常霸气 话音落下 迎来了所有人鄙的目光 狗腿 顾领沉默着并没有回应 走进了总裁办公室 22 团建当天 我化了个美美的妆 穿上去年在某多多上一分钱 砍到的红色泳衣 到了那里我才发现 原来我是撕汤的 虽然安静一些 可一个人难免安静过头了 我泡了一会儿 转身便看见了 穿着海绵宝宝泳裤的顾领 微微愣住了 我记得顾领的审美和眼光 一直不错呀 怎么和五年前的自己一样 寥寥 低雅的声音传来 我刚想回应 接着传来略显惊慌的声音 身体不方便 就不要强成着了 没关系的 我低下头 硬喝 果然是一分钱一分货 居然褪色了 水面上 一圈红色以我为中心散开 来不及解释 我就被浴巾盖住了 等我再次坐起来 已经在酒店房间里了 顾领打开门 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的 他穿着黑色衬衫 搭配浅他色休闲长裤 此时却略显狼狈 袋子里的东西 被一股脑袋倒出来 是几十包卫生用品 每中一包 我愣住了 聊聊 起来吃一碗红糖丸子 怎么还不换衣服 衣服就在旁边 我打断他的话 顾领 你误会了 对方微微一愣 我的脸上带着尴尬 是泳衣褪色而已 空气仿佛瞬间寂静起来 幸好现在没有站着 否则怕是能用脚趾 扣出三十一厅 我发誓我再也不相信 某多多一分钱的产品了 他似乎看出我的尴尬 向来冷冽的眸中 带着一股柔意 像是能将我溺斃 没事的 小乖 他俯下身 黑色的碎发 头下一小片阴影 黑眸中带着浓郁的爱意 我像是被灼伤一般 侧过脸 耳间涌上一阵热议 再也不敢看那双货人的眸子 像是想起五年前 少女春心浓冻的时候 找准时机偷溜出去 我打车离开了 二十三 从心的我还是不想去上班 干脆继续请了两天假期 王翘知道事情原委后 自告奋勇帝带我去酒吧谈心 看着郁闷的我 接连喝了好几杯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算了呀 不就是个男人 男人吗 要多少有多少 纠结什么 我只是郁闷五年前的事情 居然是一个并不美丽的误会 还有那天晚上 顾领的眸子 我居然心绪不稳 这家酒吧是王翘家的 包厢里还有两个保镖 给我姐妹 格 找几个男模 要年轻的 帅气的 经理立马点头哈腰的退出去 一会儿过后 果真鱼灌而入 谁啊 你知道这是谁 谁家的酒吧吗 身后的保镖看顾领脸色不对 战战兢兢的上前 小姐 这是顾氏的顾总 我管他什么顾总大总 这可是 哥 我的地盘 石像赶紧滚出去 还不等王翘说完 两个保镖立马将他架走 回过头对着顾领善笑道 顾 顾总 我们先走了 别啊 我姐妹还在里面 24 门被关上 皮鞋踩在地板上 顾领伸出手直接将我捞起来 气音洒在我的耳锅处 小乖 到底谁奶 狭长的眸中带着暗色 挡住你看帅哥了吗 寥寥 我痴痴地笑着 给姐姐播一个 他阻挡了我的动作 垂下头戏血地看着我 姐姐 嗯 我点了点头 他勾起唇角 将我打横抱走 一上车 我感到一阵头晕 迷迷糊糊地就睡着了 26 第二天 我坐起身 看着对面眸中满是愉悦的顾领 愣住了 他缓缓起身 盯着我的脸 昨天晚上 聊聊 我知道了 看了一眼他的脖子 我知道了 他盯着我红得快低血的脸 戏谑地笑了笑 该负责了 聊聊 我面红耳赤 原本还准备挣扎狡辩一番 他看着我 凤眸半眯起来 懦瑟的眉眼略显灰暗 别逃避了 将聊 户口本是顾领的父亲 开着跑车送来的 就怕晚一步 从民政局出来 我看着掌心新鲜出炉的小本本 愣住了 顾领看着我指尖上硕大的戒指 眸子半眯着 像只预谋已久的脚狭的狐狸 回去的路上 我问他 你什么时候准备的戒指 他侧过头看了我一眼 五年前 还是那颗粉钻 可 不止一颗 27 得知我和顾领快速领证的消息后 王翘缩了一口螺蛳粉 嘴角带着油渍 很认真的对我说 江瑶 五年前 你是不喜欢奶狗的 我愣了愣 一期记得五年前 我尤为喜欢酷拽帅哥来着 家里的明星海报 也都是时下流行的rap歌手 认识顾领以后 我才开始喜欢奶狗类型的 可五年间 并不是没有类似类型的男生出现 但我还是会找借口 将对方和五年前的顾领对比 从而摇头拒绝 原来 我喜欢的 从来都不是所谓的小奶狗 而 只是他而已 番外 顾领 小可爱 你的声音好奶啊 姐姐最喜欢小奶狗了 你在哪里 我们可以奔线吗 听见少女交戏的声音 我红了红脸 立马穿上拖鞋 走到了正在楼下 给老妈捶腿的老爸面前 爸 干嘛 我还是第一次和父母提出这样的要求 明天我不去公司了 我想 去奔线 老妈脸上的面膜瞬间掉下来 十分不可置信 他们同意了 因为他们知道 即使不同意 我还是会去的 只是让我带上保镖 我问了死党后 给寥寥选了商场最大的一颗粉钻 粉钻价值不菲 需要去保险箱提取 我等了太久 飞机已经误点了 粉钻一送过来 我就立马让人安排了直升机 可刚到地点 就听见一个男生 抓捕失败 对方没有来 保镖立马将我打晕带走 回去后 我冷着脸看了一眼保镖 随后打开手机 尝试着联系寥寥 却发现被删除了 我联系不到寥寥了 这是我第一次动心 当天晚上 我发烧了 再次醒来 我就拥有了特异功能 变成了一只鸟 我赶紧前往和寥寥说过的地址 可他已经搬家了 我派人继续寻找 可范围实在是太大了 根本找不到 一年前 我看着人事部呈上来的实习生安排 一眼便看见了我的寥寥 照片上 无法红唇的少女 微笑着勾起唇 我妈撒了照片上的人儿 我的寥寥 回来了 和寥寥相处的时间 总是那么短暂 我只能让人安排下去 每天的加班 看着他活灵活现的小表情 我勾了勾唇 寥寥上班几天后 我就知道 他喜欢赖床 于是我充当其闹钟 每天早上提前醒来 叫寥寥起床 或者透过玻璃窗 看他精致的睡眼 果然 小姑娘再也没有迟到 我派人准备了一份 丰厚的奖金 作为小姑娘的奖励 寥寥很开心 给我准备了很多鸟食 虽然我并不喜欢吃 可还是会给面子的 含在嘴里 随后才吐出来 假期过后 我照常叫寥寥起床 谁知道小乖的怨气很大 凶了我一顿 我感觉很委屈 明明他之前还说 小鸟怎么这么可爱啊 突然就变了 我给小乖准备了 文明宝宝礼貌指南 可他一夜都没有看 我知道小乖想吃火锅 于是就安排了聚餐 看着容貌以理的寥寥 我难受错过了五年的时光 醉酒后 我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寥寥就在我的身侧 呼吸均匀 睡着的样子还是那么可爱 寥寥和王翘说 不想看见我 还说我是秃顶男 所以我不敢和他相认 镜子里的我头顶还有呆毛 我不能给寥寥留下这样的形象 所以我离开了 小乖说他想我了 我很开心 一路跌跌撞撞的回到了别墅 第二天精心打扮后 准时出现在寥寥的面前 我想要坦白 可谁知道 又是一起乌龙事件 小乖居然误会了 我知道要下大暴雨了 可是我还是想要再看一眼小乖 没想到小乖关上窗户 我的羽毛被淋湿 胡乱地飞进了浴室 寥寥看见我的时候 我全身的血液 几乎都长到了脑袋上 晕呼呼的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寥寥发现了一切 我的小乖一直都很聪明 可是那是五年前的事情了 我不想逼他必须接受我 只能答应和以前一样 我在网络上查询了许多 破镜重源和复合的资料 我准备了温泉 这样的气氛下 或许会更容易和好 为了打动寥寥 我网购了许多的泳库 在办公室细心地挑选起来 都是寥寥喜欢的图案 海绵宝宝还是派大兴呢 反正是给他一个人看 我和寥寥准备的是司汤 谁知道 寥寥的泳衣褪色了 我慌张地将他抱去酒店房间 原本以为他身体不舒服 有些自责自己 怎么没有料到 每月一次的期限会更改 寥寥笑了 可小乖根本不乖 他居然和王翘一起去酒吧了 还想要点男模 我心头涌出一股酸意 决心将他捐在怀里 他再也别想溜走 半年后 寥寥揉着腰说我变了 不是他喜欢的小奶狗了 而是小狼狗 我笑了笑 小乖怎么没有发现呢 我才不是什么小奶狗呢 我只是想要勾寥寥回家而已啊 错过了五年 我用五十年的宠爱去弥补 我真的好爱你啊 江洋 我的小乖